而且狗其实是天生最有灵性的一种动物 而且是最重感情的一种动物 狗是最忠诚的 狗其实也是有性格的 还有它自己的状态 你比如刚刚我跟萍萍握手的时候 潘老师也有这个感受 他不是说他不想跟你握 但是总会让我们人类感觉他很高冷 我就不看你 但是我把手伸出去 你愿意握不握 就是这么霸气 那萍萍从小是这样吗 一直这样 第一年的时候特别活跃 不好控制 到了第二年三年以后就没事了 那布丁呢 布丁呢 特别爱干净 这个 看出来了 有点洁癖似的 大宝呢 大宝捏人 爱运动 特别爱动 活泼 你看狗也洁癖是吗 是啊 真的我能发现的吗 狗狗那个他们在一块玩的时候 他们会把院子弄脏弄乱 小布丁就会悄悄地回到他的窝里边 如果窝里边要是有一点点脏东西 他都会把它叼出来 如果要叼不出来 他就是在那发脾气 发燥 你看看 有一次雨后呢 我带着小布丁出去溜弯 那时有一个泥坑啊 有脏东西啊 他都会绕过去走 从来不让他的毛上粘上一点脏东西和水 跟我一样 跟我一样 跟你一样 对 就是 大家看看脸里啊 应该就是小时候 如果下雨有泥坑呢 进去跳梯腾舞那种熊孩子 对 有没有 人家那个小布丁 那叫真正的就是爱干净 这应该也算狗狗的一种洁癖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问 风大哥 来 就您家有七只狗狗 这些狗狗都是买来的吗 不是 那个 我这狗呢 由我花钱买来的 有朋友家养不了送给我的 还有呢 流浪狗 我没带来 就这只 胆特别小 刚进入一个陌生环境以后啊 尤其是流浪狗 它在无助当中 碰见它的同类 就是狗 它也很大小 就躲得非常远 嗯 它心里一见到人呢 它是哆嗦 见到这狗的同类呢 脸上特别懦弱 就发出那种往后退的一中间 嗯 但你人要跟它交流的 需要时间 跟它安抚它 慢慢地接近它 它的行李跟人一样 就敞开心扉了 跟你在一块 然后就跟它同类 玩到一块了 嗯 你像那个小布丁 是邻居家 不能养了 送到咱们家的 刚开始的时候 还适应吗 刚开始 它来我们家 一点都不适应 它特别胆小 就是那种恐慌 完了会经常挠门 趴在地下 掉眼泪 看着就让人特别心疼 我们就会过去 忽了着它这忙 跟它聊会儿天 逗它玩 买点好吃的 哄着它 慢慢地 它就融入到 我们家里边了 一二星 我问问你 你怎么来理解 就是爸妈 收养回来的流浪狗 你对这个事情 怎么看 就是对于 这些遗弃的小狗 不论是说 主人养不了 所以把它送掉 还是说直接丢弃 对于它们来说 我觉得真的 就是一种 极大的伤害 所以就是 当我们一旦 要是决定 养一只小狗的话 就不要轻易地 把它们放弃 在我们这一生中 我们可能会遇到 不同的人 还有不同的事 对于狗狗们来说 它们的一生 就真的只有你了 谢谢 其实海龙一家吧 它们都是很有爱心的 一个家庭 它们还有一个 专门养一些狗的一个家 这个家 你看就这个样的 夏天有空调 冬天有暖气 可以这么说吧 它们这一生 无怨无悔地 在照顾这些小可爱们 所以说我觉得 你们真的是 很伟大的人 向你们致敬